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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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山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是安山市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位于千山脚下的寒家御村 依托千山美景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不仅守护了绿水青山 也让这里变成了致富的金山银山 千山脚下秀美乡村 三面环山的寒家御村就坐落于此 依托千山5A级旅游景区的优势 寒家御村乡村旅游发展迅速 村路两旁有大大小小农家院数十家 老院子景区就是寒家御村乡村旅游的代表 归乡创业的吕青海是老院子景区的创始人 过去一直在外面做工程 就是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寒家御村的村民 守着金山寿求 就是决心十年前就决定回到家乡来 打造这个休闲 这个旅游休闲 像度假村或者今天叫景区 老院子景区当中 青砖白瓦 小船悠悠 仿佛走进了江南水乡 古朴的中式园林建筑群落 布施东北大院的民居风格 园区中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都由吕青海亲自设计 在老院子的带动下 寒家御村沿线的农家院进行了整体的提制升级 过去寒家御沿线就这个春日有不到三十几家的小的农家院 现在翻了一倍 并且规模都很大 做得都很精致 整体就是收入 大家都在提升 旅游产业的聚集不仅形成了区域良性竞争发展 更为当地的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老院子景区400名员工当中 有300名是本村人 村民家自产的水果也可以就地消化 他们首家在地 就能一个月忘记的时候能挣六七千块钱 正常的四五千块钱 我们鼓励村民到老院的沿线 到老院的区域卖这些水果 我们无偿给他建设这个碳位 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过去这些人三块来收果 几毛钱一斤 他在老院的门前 他可以卖到几块钱一斤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仅让乡村旅游得以发展 也吸引了更多的企业前来投资 今年夏天开业的摩利香格里拉度假营地 受到众多年轻人的青睐 丛林木屋 潮流集装箱 山顶别墅 房车营地等 数十栋各具特色的建筑 让景区当中一步一景 丰富了旅游业态 我们就想给这个 我们摩利香格里拉 创作一个品牌 我们主要是吸引年轻人 包括度假养生 包括年轻人的聚会 都要这种元素 未来 寒家御村将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 继续进行旅游开发 通过村企合作的形式盘活村民的闲置资产 让全村奔向康的路走得更宽阔 更踏实 依托千山国家5A级风景区 安山全日旅游的脚步正在大踏步迈进 今年7月1号 千山号安山文化旅游观光列车正式通车 这个集旅游观光 文化体验 休闲娱乐与一体的功能性 综合旅游产品目前已接受预定70列 多样的旅游形式留住了游客 也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未来老院子更多是要打造冬季业台 冬季业台做好了 就会有更多的游客 到老院子来 到寒家御来 那么未来游客多了 寒家御村民会收益 大家都会收益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 11月16号上午 全省高校司政课教师第三期专题培训班 在省委党校开班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宁做辅导报告 报告会上 刘宁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19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 紧密结合辽宁振兴发展实际 与全体学员共同进行了学习和交流 他说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我们要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 以中央宣讲团来聊宣讲为契机 推进五中全会精神 在辽宁家御户晓 深入人心 广泛践行 以实际行动体现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刘宁指出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全省教育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做到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 要组织开展集中学习宣讲 理论研究阐释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解读全会精神 要把全面贯彻落实五中全会各项部署 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精心谋划我省十四五发展 更好引领辽宁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部 刘宁强调 高校是推动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我省加快现代化建设的优势所在 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 不折不扣落实好立得数人根本任务 全面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 改革评价体系 创新教学模式 优化学科布局 下足专业功夫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始终围绕四个面向 强化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 科研人才隐喻和科技成果转化 刘宁最后说 司政课是落实立得数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要学身误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确保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 五中全会提出什么 我们就要关心什么 五中全会强调什么 我们就要落实什么 要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司政客教师队伍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岗位吸引力和荣誉感 努力培养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副省长王明玉主持开班式 本台报道 11月17号 省委组织部会同省委宣传部 省委政法委 省职机关工委 省营商环境建设局 共同召开推动全省广大公务员建行服务宗旨 开展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各个都是开放形象活动视频会议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陆志源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要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全员培训 强化宗旨意识 公仆意识和服务精神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断裂 岗位建功 开展优化营商环境先进典型选述工作 加强舆论宣传 持续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努力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会议强调 本次活动在省市县市区三级同步启动 涉及面广 活动内容多 各地要结合工作实际 精心设计活动载体 丰富活动内容 不断激发基层的创新创造活力 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本台报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到2035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展望2035年 我国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 关键核心技术 实现重大突破 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权利 得到充分保障 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 建成文化强国 教育强国 人才强国 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 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 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碳排放达丰厚 稳中有降 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全会首次提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 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 今日之坐标便是明日之起点 站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必须全力奋进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的推向前进 为期五天的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落下眉目 广阔的合索空间 让大家对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共赢充满期待 这是辽宁多年来精心低贯 优化营商环境的一次展示 这也是辽宁打造磁场 继续发展能量的一次释放 今天的视线一同来关注 先把时间交给管序 好的 辽宁会上众多世界五百强 民企五百强 央企代表奇迹辽宁 辽宁的真诚与热情 让参会的代表们都深深感受着 辽宁深化与各方交流合作的开放胸怀 体会到魅力辽宁所散发出的蓬勃生机 辽宁会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展示的平台 效果非常好 也有很多客户前来洽谈 包括我们现场也达成了很多交易 我通过这次展会 让我们的公司能够更有效的传播和增加影响力 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辽宁会 这么多的企业家来 这么多中央的这些国企还有金融机构 都来支持并且这么多的签约 我觉得这个表现了辽宁是一个投资的热土 而且大家对辽宁十分的关注 情感在这里升华 观点在这里碰撞 共识在这里凝聚 辽家会上辽宁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信保签署了 深化合作共赢 促进高水平开放战略协议 将有助于中国信保 持续支持辽宁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它主要需求到几个方面 一个是促进我们省的对外贸易的发展 那么加强一带一路的建设 同时我们包括国有经济转型 甚至是在海外的一些发展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深知的话语合作的诚意 让这个冬日的沈阳暖意融融 也坚定了企业家们看好辽宁 走进辽宁 深耕辽宁的信心 众多参会嘉宾吐露新生 愿牵手辽宁 扎根辽宁 共创未来可期的宏大场景 共享不可多得的辽宁机遇 辽宁省这样的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 我们希望借着这一股东风进一步的加大 我们工厂记忆公司 我们记忆的可财神能源在沈阳的投资 这个投资不仅仅说是一个金额的投资 更主要的是说把全世界最领先的 我们最先进的风机技术 能够带到沈阳 带到辽宁来 感到了当地的政府的非常高的一个重视 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沈阳继续投资 投资我们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产品 来为当地沈阳 为辽宁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辽宁与日本韩国经贸合作基础深厚 具有强劲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 辽家会上 诸多日韩企业协产品和产业亮相 抢抓辽宁振兴发展的良好机遇 他们纷纷抢摊辽宁投资新业 深深融入辽宁的改革开放 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就其原因 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之外 对辽宁营商环境的信心必不可少 早在1981年 日本三菱就设立了大连事务所 1997年 三菱汽车发动机和航天集团 成立合资企业生产汽车发动机 在中国国内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 随后在房地产肌肉身加工全产业链领域 三菱也与辽宁展开合作 去年8月又成立了罗森沈阳合资企业 单店销售额超过全国平均数 三菱汽车市跟辽宁省的合作时间比较长 通过跟这些合资公司的领导 交换意见 了解到辽宁的投资环境 影响环境还是蛮好的 我们还是很有信心在今后 在辽宁方面跟当地公司的合作 辽宁省是中国重工业发展基地 我们三井物产一直重视在辽宁省的发展 我们投资的几家制造型企业 目前发展状况良好 期待在新一轮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 我们三井物产也能为辽宁省的经济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开放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 随着国际视野不断开阔 开放迈向更高水平 新的机遇 新的挑战 对辽宁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 辽宁正以更大的勇气 更强的决心 更实的举措 努力打造办事方便 法治良好 成本竞争力强 生态宜居的营商环境 为各类市场主体不断涵养良好发展生态 辽宁的各级政府 其实对于营商环境的改善 对于招商引资 对于我们这些过来的互联网的新型企业 充满了一种期待 我们全省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各个都是开放大使 我们张开双臂 来 欢迎来自四海内外的投资商朋友们 到辽宁来投资新业 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宏大场景已然展开 辽夏慧更为国内外客商认识辽宁 了解辽宁 选择辽宁 提供了重要平台 盛会已经落幕 精彩还将继续 期待着辽宁与世界能够携手同行 深度合作 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好了 今天的视线就关注以上内容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第十四版刊发文章 辽宁依托产业带动剩余贫困人口脱贫 扶贫项目进村 赚钱不出远门 文章说 辽宁以党建为引领脱贫攻坚 以产业为依托 负民增收 以民生为本 保障稳脱贫 截至目前 辽宁1.42万剩余贫困人口 已经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21万收入低于5000元的已脱贫人口 今年实现收入超过5000元 文章指出 辽宁把产业扶贫作为重中之重 坚持产业进村 扶持到户 积极发展龙头企业加贫困户 特色农业加贫困户等产业扶贫模式 让贫困人口通过产业扶持实现脱贫 针对今年剩余的1.42万建档利卡贫困人口 辽宁推动实现现有扶贫支柱产业 相有扶贫主导产业 村有优势扶贫产业 互有至少一项有效产业扶贫项目 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全部自主发展项目 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全部有代养代重等项目 每个贫困户至少有一个以上的实体项目 实现贫困户产业扶贫项目全覆盖 11月17号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省工信厅 省通信管理局和引口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2020新基建 创新发展大会在引口举行 会上 引口星火链网骨干节点和工业互联网 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同时正式上线运营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 是解决了企业数字价值化的问题 新火链网是解决价值在传递过程当中 唯一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这两个项目在引口落地 将带动引口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也代表着引口市工业互联网 正式进入国家数字经济外籍产业 作为东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引口节点从今年6月是运行至今 已接入企业116户 标识注册量近150万 目前铁岭二级节点建设方案 也已通过中国信通院评估 葫芦岛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已上线试运行 沈阳和丰 沈阳梅科院 辽宁联通铁岭四个二级节点正在建设 争取在年底前与国家顶级节点对接 本台报道 记者今天从全省加强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管理推进中小学生减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了解到 新出台的辽宁省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管理时要求中 对作业量 教师必须亲自批改作业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要求 时要求同时增加了学生自我管理和家长管理责任 使各方明确职责做到家校共寓 义务教育阶段批改家庭作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时要求出台后短短两天 微博热搜相关阅读量已达1.8亿 万余人次参与评论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时要求 我们也坚持对教师和学生的价值引领 比如说从教师的这个角度 我们就引领教师作业观念上要促进每一个孩子的发展 作业设计上要基于课程标准 我家孩子读小学五年级了 最近感觉作业相对的减少了 这样孩子回到家里就能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 比如说读读书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运动 我们家长也相对的负担的减轻了 本台报道 11月16号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1月16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88例 含境外输入64例 治愈出院280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6例 11月17号 全省公安机关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暴物品活动 共销毁缴获枪支574支 仿真枪397支 管制刀具1425把 锁类爆炸物品521米 雷管3307枚 今年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着力推进打击整治枪暴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共破获射枪射报案件536起 抓获违法犯罪人员595人 日前 大连市在全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正式开始执行第三批55种药品集采结果 重选价格与2019年最低采购价相比 55个品种平均降价幅度53% 最高降幅达95%以上 涵盖了慢性病用药 抗感染 抗肿瘤 益酸解热等多个治疗领域 近日 在由国家信息中心主办的2020亚太智慧城市评选颁奖典礼上 锦州市凭借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卓越成绩 获得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奖项 11月17日 安钢集团双安共建绿色矿山复肯示范园启动仪式举行 示范园地处安钢矿业关宝山矿业公司一废气排盐厂 治理面积110亩 工程竣工后将有效改善关宝山区域和周边生态环境 11月17日 辽宁省2020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安山开幕式在安山市执教城举行 活动对2020年度百姓学习之星 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及优秀社区教育院校进行了表彰 并为辽宁社区大学 辽宁老年开放大学和安山市老年开放大学揭牌 本台综合报道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